武术里的中国 王洪翔终于来到无限制格斗创始人陈赫高这里 有很多网友建议陈赫高要排到最后 因为他的武术是没有武德 目的就是为了对付穷凶极恶的歹徒 跟传统的擂台竞技是完全不一样的 讲究一招制敌 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 以前在杭州广场 陈赫高凭借一招踢弹扬名江湖 今天王洪翔死刑的目的 就是为了想见识一下疯狗拳 疯狗拳又叫做无限制格斗 其实疯狗拳他是完全适用于戒头格斗当中 现在陈赫高他搞的这个无限制格斗 可以说是实战派的代名词 现在王洪翔已经到了陈赫高这里 王洪翔直接是表明来意 陈赫高反问他了几个问题 他负荡了吗 还真没传 如果你是个行政逮徒啊 不要说负荡了 还要负头 负紧 负腰肋 腿股 每个领域都有每个领域的特长 有什么好比的呢 既然你都没有穿戴 来跟我走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陈赫高 陈老师直接是带王洪翔 到他的训练基地来感受一下 其实陈赫高在之前就说过 无数搏击擂台上 跟他的这一套完全是不同的项目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但是王洪翔还是想见识一下 可以看到中华英雄王洪翔 他也是非常谦虚 在陈老师陈赫高面前 外面就让陈赫高陈师傅 带王洪翔感受下无限制格斗 可以看到王洪翔他是没有练习过无限制格斗 然后他也是显得是非常的生疏 跟他的搏击完全是不一样 随后陈老师也是带王洪翔 他的随行人员感受下无限制格斗 其实陈老师他这个无限制格斗术也是受大家的欢迎 也是非常实战的 因为他击打的都是人体的要害部位 陈老师也是向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吼叫 因为一叫起来之后 cs 他就不能继친 一叫起来 对对对对对 他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 donner 他应该就能不能再让对 不会再辣的 刀利刀 然后难 Ю 和 推 那么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陈和高陈师傅 他打的是有模有样 但是王洪祥他打的时候很容易打到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这个双截棍 他有个反弹的力道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树叶有装弓 陈师傅在他这个领域可以说是无敌的一个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陈和高开馆至今无人敢踢馆 其实有些博军运的人他们说是踢馆 他们就是不敢去跟陈和高进行交流切磋 陈和高陈师傅也是知道王洪祥他此行的目的 所以说他们闭门交流切磋一下 如果这样打的话 王洪祥肯定不是陈和高陈师傅的对手 我们可以看到陈师傅虽然说他已经是60多岁了 但是他依然是非常的矫健 身体非常的灵活 我们练的度比较是极其了大 其实陈和高陈师傅他这个武术 然后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去攻击对手 比如说一个钥匙 一个宽泉水瓶子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踢弹 然后吓着王洪祥大跳 如果没有练习过陈和高师傅 他这个无限制格斗 用钢管或者是双击棍打别人的时候 很容易打到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王洪祥他也是非常的不适应 所以说陈师傅和王洪祥他们两个闭门交流切磋 胜负我们是可想而知 出来的时候王洪祥他想的也是非常的狼狈 王老师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不吃了我还得赶飞机 这次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极为时刻反击术的实用性 哎呀王老师过千了 其实我们的功夫啊 不要说你了 就是养院人士幼儿园和金老院的 我们都打不过 可是如果是一个行凶不法歹徒 那么他今天都想从这里出去 我愿意和陈老师一起推广极为时刻反击术 我和陈老师同情 其实此行的目的王洪祥就是为了让陈和高陈师傅 参加他的武林大会 我们看一下陈师傅他到底愿不愿参加 邀请陈老师参加我们武林大会年终武林盛典 哦不错吗 我考虑考虑 好 陈和高陈师傅他也是非常有个性 像其他武林高手他们都说一定去 只有陈和高陈师傅说考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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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